坐公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现在交通部是规定大客车上面 必须至少配备三个车窗急破器 但是台北市却有很多公车 为了怕急破器被偷走 有的是拿榔头来代替 甚至还有的干脆就把急破器给锁死 只能够看不能够用 有台北市议员就痛批 这根本漠视乘客的安全 议员指着车窗急破器 旁边的螺丝孔还可以明显看出刚拆下的痕迹 根本动不了 但这个是因为他们今天就要开汽车 所以他们已经把钉子 你看他都已经把它锁死打开 原来这些应该用来急难逃生的工具 在前一天还是这样被牢牢锁死 根本无法使用 像这个就是他也绑了两条线 已经锁死在上头 所以当你需要逃生的时候 根本也就拿不到 拿不到也根本拿不起来 目前台北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公车 是用旧型的车窗急破器 那这些车窗急破器有些是不见的 那有一些是被钉死在上头 有乘客常常把它带走偷走 可能是被偷到懒得捕 有些公车干脆拿狼头来代替 不过照样锁死还是不能用 即使有些公车已经改装了这种 一拔下就会发出警告的新型急破器 但司机们还是很困扰 平常我们在开车在半路上开车 司长会碰到那个学生会碰到那个 或是乘客碰到这个急破器 会想我们就车子就停下来一下 手刹车拉然后我们就检查 有时候学生会玩这个急破器 北市公运处已经承诺将在一周内 要求公车业者全面清查 不能让车窗急破器继续沦落成装饰品 但也希望乘客能发挥公德心 不要常常把急破器偷偷带回家 明星文徐书贤黄信如台北报道